欢迎收看谈古论经画中医 近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小孩有性找熟的现象 同时也有年龄层下降的趋势 父母遇到这样的问题 到底该不该注意要如何治疗 以及要不要抑制小朋友的成长呢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中华董事齐倦 针灸医学会的副秘书长 同时也是维族诊所的院长沈孕之医师 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 沈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沈医师我想现在是性找熟 是因为可能整个环境 环境荷尔蒙的一个改变 让小孩有不一样的发展 因为这个名词在以前应该是很少听到 也很少有这样的现象 那性找熟有哪些特征呢 有些人会以为说 女生胸部提早发育 是不是会发育得比较好 那其实性的生长发育 往往是伴随我们骨骼的生长发育 是 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性激素增加的话 我们的这个生长激素往往是伴随增加的 所以这样子的小朋友在儿童早期的时候 可能会身高比班上的同学来得高 但是提早在儿童时期达到生长快速的高峰期 之后生长速度开始下降甚至停止 那所以在成人的时候他们的身高是比一般人来得矮 除此之外呢 他们对小朋友的心理也是会有影响的 曾经看到一则新闻上面提到五岁的小女生啊 因为胸部发育不敢去上学 提早出现的第二性症有可能造成这个班上同学的嘲笑 影响小朋友的心理 那现在还有研究发现 就是性早熟的话可能让这个女生得到 妇科肿瘤的机会增加像是乳腺癌 所以性早熟是有很不好的影响的 是 所以你刚刚有说快速的升高成长 那所谓的快速成长是大概多了 多少百分比叫做性早熟的现象 性早熟的这个定义就是 女生如果她未满八岁 男生未满九岁出现第二性症的话 就是所谓的性早熟 可是女孩子的成长本来就比较早一点啊 也差不多九岁 像刚刚的那个五岁小女生 她五岁丈夫 对对对 这就是早熟的状况 是是是 所以如果遇到这个现象 我们当父母的需要把它抑制吗 还是说就看怎么样去让它顺其自然呢 西医的话 当然就是一定要先去医院去做这个古龄的检查 那这个古龄的检查 如果发现它超前非常的多的话 那西医可能直接就会用药了 比方说如果是五岁的话 它可能直接就是施打一些药物来 让这个生长就是停下来 那等到这个真正应该开始生长发育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让生长发育的速度再上去 所以就是靠药物 那中医呢 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中医的话 我们就是会去关心小朋友的这个生长发育的速度 这个快速生长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是在出生的六个月之内 这是生长发育最快速的第一名 第二名就是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的时期 那就是所谓的青春期 那女生在青春期的时候呢 就是生长发育速度开始增加的时候 是九到十一岁的时候 然后十二岁的时候到了尖峰期 那女生的生长发育会终止在十五到十八岁 那终止就是说她的生长板会闭合 那男生的话青春期生长速度开始增快的时候 是从十一岁到十四岁开始的 那十五岁的时候到达尖峰期 那男生呢 虽然比女生晚两年 可是她持续发展的时间是比较久的 她可以一直到这个二十岁或者是二十一岁才中止 生长板才闭合 所以只要是在这样子的时间之前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对 那所以其实影响它就像我讲 可能是来自环境的荷尔蒙 因为现在的食物啦 环境的因素很多 那这也跟遗传有关吗 性早熟这件事情 性早熟其实常见的原因像是 第一个就是遗传体质 然后第二个是饮食 还有跟这个环境的污染 像是环境荷尔蒙 还有其他的因素 那遗传体质的部分呢 比方说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都是比较早发育的话 那小朋友的哥哥姐姐也是比较早发育 那小朋友也可能会比较提早发育 那就是体质的影响 那饮食的部分呢 可能都知道很多东西是 大家说尽量少吃 像是动物的内脏 或者是鸡脖子鸡屁股 然后或者是动物的睾丸 那在动物在饲养的这些时候呢 可能会被去施打一些蒸剂 那包括像是抗生素啊 或者是在他们生长的环境的时候 会接触到一些毒素 包括像是重金属 或者是环境荷尔蒙等等的污染 那这些东西都会经过肝脏代谢 所以动物的内脏 在小朋友的时候尽量少吃 像是这个高热量的食物 也是现在新早熟一个常见的原因 炸鸡排啊 然后炸薯条 炸洋芋片这些东西 那还有含糖的饮料 也是会让小朋友身体的热量太多 会促成成脂肪 那脂肪太多的话 也会影响到这个性早熟的状况 是 那性早熟有分 男生比较容易 还是女生比较容易吗 一般人可能会有一些 那个想法是说 女生好像比较容易 但是其实未必是真的 因为女孩子的生长发育 是比较早的 那所以说 那性早熟又年纪就更小 比方说四五岁的时候 可能家长还是在帮小朋友洗澡的 那如果出现第二性针的时候 家长很快就可以注意到了 可是男生的生长发育 是比较晚的 那这个时候 他们可能都是自己洗澡的 所以第二性针出现的话 他可能没有 没有办法及时察觉 那而且有一些小男生啊 他在变身之前 声音就是比较低沉的 那所以变身之后 可能父母还是没有察觉 那中医的辨证论知 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其实古代也有 性早熟的状况 只是那个比例没有这么多 因为古代没有这么 丰富的这个物资 所以他们比较没有 营养过剩的状况 然后也没有这么多的环境污染 像我们都最近这个食安问题啊 或者是这个空气污染 环境污染的问题都非常严重 所以近几年 门诊这个出现洗澡的时候 小朋友的比例是增加的 像是助化剂 代曜心 或者是多绿莲本 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小朋友性早熟 所以其实我们的环境 对我们的孩子 真的影响真的很大 除了体质的改变 其实也影响他整个人格的生长 甚至社会的关系 因为他性早熟 他可能跟同学之间的相处 也会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这都是以前我们 可能不会遇到问题 可是现代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整治的过程当中 你也有跟小孩跟父母做一下 心理上的一些调整胃教吗 其实在这个我们通常就是 小朋友可能来 只是调理这个鼻子过敏 或者是调理其他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小孩子 他虽然这个只有 四岁到九岁的这个时候 可是他的这个 生长的速度是偏快的 超过六公分 那就是比一般的 正常发育的速度是快 那我们就会提醒家长 可能要注意 是不是要到这个医院 去做古龄的检查 去照一下生长板 看古龄是超前 还是跟一般小朋友 是一样正常的 那如果说古龄 有超前的状况下 那一般没有超前非常的多 比如说超前两岁 西医可能就会用药物治疗了 可是如果超前的程度不明显 那它可能只是追踪跟观察 那这个时候我们中医 就可以做一个抗早熟的调理 之后会再给转骨方 那转骨方的目的是 用来增强骨质 然后并且它可以让这个生长的 这个能够在长高的时段 可以延长 是 那中医怎么辨证论治呢 中医在性早熟的部分 常见四个阵型 第一个是这个阴虚火旺 第二个是干预化火 第三个是弹热护结 第四个是干精湿热 那阴虚火旺会有什么样的 外表的症状 阴虚火旺的小朋友 就是除了刚刚提到的 第二性针提早出现之外 他可能会容易心烦 容易口干 然后可能晚上也是睡不好 了解 那小男生还有可能出现 这个阴虚容易勃及的状况 我们这个时候会用 这个制伯地化完 加上大补阴完来调理 那如果是干预化火的话呢 这些小朋友除了第二性针之外 他还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比如他容易抑郁 或者是容易生气烦躁 那小女生有可能出现 乳房会容易胀痛的状况 我们会用这个柴虎酥干伞 或者是胶胃小油伞来调理 那第三个弹热护结的部分 那也是除了第二性针之外呢 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胃口不好 是 然后有的时候 稍微吃一点点东西就想吐恶心 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二神汤 跟二妙伞加起来 然后做调理 那最后一个是干精湿热 干精湿热的部分呢 小朋友除了第二性针之外 女生还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白带比较多 甚至 这么小就会有 是 白带也可能是会偏黄的 甚至有一些腥臭的味道 男生的话一样就是有可能 已经会容易勃起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胶胃消耗伞 或者是龙胆蟹干汤来调理 是 那肾气是跟我们生长发育是最有关系的 那如果肾气不足的话 我们生长发育会迟缓 但是相对的 肾气过于抗肾 肾气有余便是火 那火灼伤这个肾阴的时候 就会出现阴阳失调 所以就会出现性早熟 所以中医在治疗性早熟的话 就会特别重视这个阴阳的调理 所以在性早熟的早期 都是有不错的疗效 那如果已经到这个西医 开始用药的话 还是可以搭配中医的治疗 来增加疗效 那所以这样子的性早熟也会通过 针灸的方式治疗吗 会通过一些中药跟针灸的方式 然后我们也会跟妈妈说 就是在睡前的时候可以用这个 40度C左右的水来帮它泡脚 泡脚十分钟 同时在这个泡脚的时候 可以去按摩它的钛冲穴跟钛西穴 是 钛冲穴是干筋的圆穴 那按摩钛冲穴呢 可以有一个清干泄热 跟输干理器的作用 那按摩这个钛西穴是肾筋的圆穴 可以去滋养肾阴 然后来清虚热 那并且可以配合一些 小而推拿的这个手法 比方说孕内八卦 推四横纹 清干筋 补皮筋 这个每一个手法呢 可以做五百次 那孕内八卦它可以宽胸 力气 化痰 帮助消化 那推四横纹的话 可以让这个脏腑里面的热 可以去外散 那蜂龙穴 再按摩两分钟 蜂龙穴它是一个 去痰除湿的药穴 按摩完蜂龙穴之后 我们可以敲打双下肢的胆筋 从上到下 慢慢的敲打五分钟 那这几个方法呢 都是可以对这个 姓早熟的小朋友有帮助 这个都是家长要做吗 因为我觉得这好像 挺复杂的耶 像是孕内八卦 其实就是用这个拇指 在这个掌心去做画圈 画圈五百次 所以其实并不复杂 那这小朋友自己做就好了 大人在旁边帮忙一起做的话 可能会比较有效果 那另外呢 在这一个时间 它既然已经性早熟了 我们就是要赶快在 生长板闭合之前 赶快让身高长高 对 所以这些穴位 其实是赶快让它 就是长高的穴位 那推四横纹是怎么推呢 推四横纹 四横纹其实是在我们这个 长指关节的 这个每一个指头的指根的地方 就是用拇指这样子去推 就是把它揉一揉的意思吗 就是可以左右推或者是前后去推 每一个去推 这是因为这有穴位吗 就是小额推拿手法的 这一种 对 它这个本身的名称就叫做推四横纹 那补皮筋的话 皮筋这个在推拿 小额推拿手法里面 皮筋是这一段 大膜指这一段 对 从这个指端往这个 手掌的方向是补 所以这样子就是补皮筋 那肝筋的话 其实是食指的部分 那从这个手掌往指端去推 这个就是清肝筋 了解 然后圣筋呢 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 小指的地方 那我们要补圣筋 那所以一样是从这个指端往这个 前面往后 对 就是补就是从头往内 蟹就是从内往外 对 所以这个看起来 其实好像平常在跟他玩游戏 就可以说这件事情 而且需要很大力吗 还是就是这样轻轻的绕圈圈就好 稍微用一点点力 但是不要太痛 所以就是利用手掌上的一些 穴位的刺激 帮他减缓性找手 对 这样子 是 我还第一次听到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是是是 这是儿科方面有一个专门对小儿的推拿的手法 是是 那性早熟通常年纪都还蛮小的 就是超四五岁啊 对 五六岁这样子 OK 了解 那如果是这样的性早熟 我们要避免它的话 平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哪些事情 性早熟的话 我们其实有几个重点啦 就是最好就是能够早期发现 所以我们其实小朋友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啊 爸爸妈妈其实就是平常就是要来 注意小朋友的身高体重的变化 通常在三到六岁的时候 身高体重的变化应该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那如果他跟同年龄的小孩子比起来没有特别的异常的话 那家长也不用太担心 但是如果三岁的时候就发现他的生长速度跟其他小朋友不太一样 这个时候其实三岁就可以去做古灵检查了 那古灵检查的话可以看他是古灵是这个超前还是延迟 那这个都可以后续做追踪 那如果需要及早做治疗的话也可以及早做治疗 那第二个呢就是睡眠 那其实对这个睡眠来讲最主要就是睡眠时间要正确 因为呢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的时候 是我们胆肌运行的时候 那凌晨一点到三点是我们肝肌运行的时候 肝跟胆这个在五行里面都是属于木的 木有一个向上生长的一个特性 是 对所以如果你要小朋友就是不要横向发展 然后希望他能够长高 那睡眠的时间是要正确的 这个时候应该要进入守睡棋 那第三个就是饮食的部分 稀释的食品像是这个汉堡炸鸡薯条 这些太高的热量 或者是经常去喝一些含糖的饮料 这些高热量的食物让小朋友身体的脂肪太多 那会影响到内分泌 所以这是应该要避免的 那中医还会强调一个要少吃冰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医而言 寒是阻收饮跟寒性是凝制的 那这会这个扼杀他生长的一个契机 所以就是会提醒妈妈要注意 不要让小朋友吃太多冰凉的东西 像罐头的内侧 它有一些双分A 或者是用保鲜膜去包食物的话 保鲜膜有一些比较柔韧性 比较延展性比较好的保鲜膜 是含塑化剂的 那这些去碰到我们的食物 又或者是像现在的这个感热纸 它其实也是这个有双分A的 那我们平常可能拿发票都会经常去接触 那手又没有洗去吃进去的话 其实都是会去影响 所以在饮食的部分都可以做这些留意 那运动的部分呢 因为他既然已经迅早熟了 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在生长半 闭合之前让身高来赶快的增长 那所以一定要坚持每天30分钟 那一样是可以做一些像是跑步 跳绳 打球 游泳跟这个有氧运动 第五个就是提醒爸爸妈妈 要注意他的心理状况 其实如果爸爸妈妈都有一些 基本的性早熟的知识的话 那平常在帮小朋友去洗澡的时候 可能就可以留心他的第二性征 有没有变化 那如果就是小男生年纪比较大 可能是自己洗澡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观察他在学校的表现 这有差别吗 他会感觉出来吗 应该是说就是如果 他有一些第二性征提早出现的话 他可能会受到这个班上同学的嘲笑 所以他可能学习成绩突然就是退步 或者是平常有兴趣的东西不感兴趣 或者是出现容易沮丧的状况 这些爸爸妈妈都可以提早来关心说 是不是他已经出现性早熟了 所以影响到心理 那如果是的话 就应该把这个性早熟的知识 然后告诉这个小朋友 解除他的顾虑 然后让他的自信心 自尊心能够提升 而且呢 他就是告诉他 这个性早熟的状况是可以 用生活饮食跟这个运动来注意 可以帮助的 那西医跟中医也有药物可以调理 今天虽然听沈医师这样讲的就是性早熟的问题 那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想 以前其实我的小时候 我父母也都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相关的讯息 那我们也没感觉 就是同学之间可能有发育比较早 那我们也没太大感觉 原来是性早熟 有什么要特别注意 那可能因为现代整个生的也少 所以大家的关注力就很加强在自己的小孩身上 所以就无形当中 我觉得小孩当中 也是可以感受到父母的那个压力 希望你快点长高 成绩好 那我觉得父母可能 某个时间点也可以放下心来 就是让孩子自由的成长 自由的发展 说不定他那个整个状况到未来 也都是非常好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代人 就是都整个太紧张了 然后变得很多文明上的一些疾病 就慢慢的浮现了 对 我不知道您在就诊的时候 就您自己的案例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父母他怎么发现 这个小孩有性早熟 然后治疗之后他的转变又是什么 是 其实我最近门诊就有一个小女生 然后他其实在他六七岁的时候 他有出现胸部的胀痛 那我们询问这个家长之后发现 他其实家长平常是有给他吃一些补品的 六七岁就有吃补品 对 因为现在就是随着家庭的经济状况 好 很多保健品啊 营养品啊的这个等级越来越好 那家长又不懂这一块 所以就以为说 给成人或老年人吃的这个保健品 那可以给小朋友来吃 对小朋友的这个生长发育是比较好的 那所以他可能会给小朋友吃一些什么蜂蜂姜啊 或者是花粉之类的 他认为说可能可以帮助小朋友的体质 结果那这个小女生就出现了这个胸部胀痛 那家长就很担心赶快带过来中医检查 那我们就会先建议他去医院做骨灵的检测 那骨灵检测的确发现他骨灵稍微有一点点的超前 但还不是太严重就对了 对 所以西医这个时候就是建议追踪 那家长就是继续带回来做中医的调理 那我们有观察他的这个舌相啊 脉相啊 还有症状就是符合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干预化活的这个阵型 那所以我们就给他用柴虎苏干伞 加微小小伞的加减来调理 调理了一个礼拜 小女生的这个胸部的不舒服就没有了 然后因为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所以家长就没有再回中医 那这是正确的一个想法跟观念吗 就是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如果我们的观念应该也是这样吧 可是他最近又回来了 为什么 对 他最近他其实九岁半了 那他又回来 然后说这个身高这一年长不到四公分 所以他在这一年 这应该是说六七 七岁到九岁 这三年间他还有持续回西医去做就诊吗 对 他就是西医会固定去追踪他的骨灵 可是骨灵就是 经过我们的抗早熟的调理之后 他的骨灵已经变成正常一般的 所以他就没有再让小朋友过来吃中医 要调理 那可是最近又带回来 他是可能认为说可以开始转骨了 可是我们疑问之下发现 他的这个生长的速度太慢了 那就跟他讲说 其实你在当初抗早熟之后呢 最好还是能够继续这个定期来回诊 中医来调理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其实你有这个状况还是有可能就是 你的体质是属于会比较容易提早发育的 如果错过黄金的成长时期呢 之后生长速度可能下降的时候 你就来不及了 所以他现在其实已经到了那个下降的一个时期就对 我有请他就是把这个每个学期量身高体重 带过来看 那其实就是他的生长速度有在减缓 如果我们家长看到自己的小朋友 他有性早熟的现象 虽然经过调理之后呢 那已经回复到正常状况了 那这时候反而是应该去增加他的 转骨的一个调理 应该是说就是当我们做这个抗早熟的调理之后 虽然没有任何的症状 但是可能家长还是要去观察 因为我们乳房的发育不一定 他就是脏痛才是有发育 他可能就是乳孕啊 乳头他其实是有在变化的 或者是乳房组织也是慢慢有在变化的 那可能家长觉得说他没有疼痛 就是没有不舒服 就忽略了这一块 反而是那个性早熟的父母 要特别关注自己的小孩的一个成长 因为他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可能人家就是这样慢慢慢慢成长 可是你的小孩可能因为 阴阳平衡之后 然后那个性早熟的那个元素 可能还在体内 造成了他后来的吃环的发展 所以经过这样的调理 只要他的伸展板还没有合起来 都还有机会有转骨的一个机会 对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一个话题 就是性早熟 但是我想对很多父母来说 因为宝贝就只有一个两个 也是非常重视的问题 那希望所有全天下的父母呢 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呢 都一个健康的成长 然后也健康的看着孩子 稳定的成长 谢谢医师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